选了设计后期专业的新大学生 偶尔还要打游戏 该选什么游戏本呢 以我个人的意见 12对Core标压处理器的游戏本 是可以无脑充的 比如这款7000多预售的拯救者Y7000P 首先最大的亮点就是12500H处理器 功耗性能相对于平衡 拥有12核心16线程 在异构大小核的设计 能在大型游戏的时候 自动启动大核心 日常看翻WPS办公的时候 自动启动小核心 做多选程渲染 则大小核心全部启用 既能保证续航又能保证性能 并且在220跑分中 哪怕对比AMD的R7-6800H 也有小幅度性能领先 其他配置方面 Y7000P也很有诚意 2.5K加165Hz屏幕 刷新率分辨与高色域 全部都要 在同价位游戏本中 属于出色的屏幕素质 同时可以满足做设计玩游戏 并且搭载的95W满雪3050 能够开启独显直连 应付大部分网游毫无压力 如果说你想买一台当工作本 Y7000P不超过20毫米的厚度 以及并不电竞的外观设计 也能充当全能本的职责 E2500H出色的功耗控制 配上80瓦时大电池 驱航要强于传统游戏本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党 同时有游戏干活两种需求 这款搭载E2500H的Y7000P 是值得考虑的